公募投资顾问试点上周是正式开闸 被寄予厚望的买方投雇模式 将会给基金行业饱受诟病的销售模式 又带来哪一些具体的改变呢 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Ignice Asia资深财经评论员 财经评论员李建文 Celina下午好 下午好主持人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公募投雇 为什么在我们的投资当中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首先请观众朋友们想象一下 当你走进银行的理财柜台 表达说你想买投资产品 接待你的人通常就称为理财经理 他们会给出投资建议和推荐产品 那么这次的公募投雇 就是只推荐公募基金产品 或者组合的理财经理的这样一个角色 只不过资质是授予到公司层面的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私人银行 或者说家族办公室 或者一些稍高净值的客户群体 是可以在银行和三方财富的管理公司 来获得这种服务的 或者是通过公募的全权委托来实现 但是在零售的领域这样的模式 还从未在中国的基金行业出现过 那在深挖一层 为什么这些公募投雇是通过向投资人来收取 投资顾问费用 为投资人来提供增值服务的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所谓的买方的顾问角色 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投资人的体验 买公募基金的体验可以说非常差 这个买高卖低 这是由于银行或者其他理财公司的财富经理 目前的主流的收入模式来决定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银行的理财经理 不是向投资人来收取费用 而是向他们分销的产品的这些管理公司来收取费用 而各个理财公司的品牌 通常会用一系列的激励的机制 来鼓励所谓的渠道来推销自己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理财经理往往是看什么 什么产品的佣金高而去卖什么 并非是按照投资人的需求和风险偏好来做出推荐 其实我们看到买方投股的模式 在海外已经有非常多年的运作经验了 许多我们看到大型的共同基金的公司 其实自身都有比较成熟的体系 和一个整个的专业的团队来为投资者制定 相对比较私人化的客制化的投资方案 那在我们的市场呢 目前还是以代销渠道为主的这种销售模式 可以说是决定了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存在一些销售导向的行为的 那我感觉到呢其实自今年以来监管就已经开始频频发声 是直指目前啊这种以销售奖励金 尤其是一次性的以总销售量而不是保有量来衡量的这样一个报酬机制 那经过一系列的铺垫呢 我们看到这次的试点的出台其实也是不意外的 那相较而言我们看到买方投股本身的存量的导向 其实会比现在的我们所谓的流量导向 能够更好地将这个投资人的利益和这个和他自身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也就是说为投资者的长期的收益负责 那我们看到目前的其实试点公布的范围还比较小 而且是只是在公布的领域 可见这个整个中国的大的资管体系下的监管的博弈啊 还是以创新的这种试点为抓手 他们是希望通过引入优质的这种投股服务来逐渐改变 目前比较畸形的这种产品的销售的生态主持人 那另外我们看到现在是五大基金公司是已经入围了 想问一下瑟琳娜您看这五大基金公司各自都有些什么招数呢 这几家公司呢可以说是中国前几大的基金公司 而且同时又是在基金的直销领域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的 那目前入围试点的有一方达南方华夏和这个加石和中欧 那目前这个前三家啊可以说是一方达这个华夏 还有中欧呢是已经宣布的是要通过旗下的全资的基金销售 子公司华夏财富加石财富和中欧基金中欧钱滚滚来实现 他们的未来的投股业务的而南方基金呢则是和全市场的基金销售平台 天天基金来合作嫁接自己的投股能力 那我们目前看到一方达的模式还不明了 那以华夏和加石财富为例了两家的直销团队的建设 这可以都说可以说都是有几年的基础 那华夏市在主要一线城市是有设有线下的服务网点 而且是培养了超过100名的理财顾问的 而加石也是在12座内地城市设有服务网点 那线下的可以推测线下的实体服务 有可能会成为这一批公司早期来培养 接触客户的一个好的着力点 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几家也几乎都是有自己的线上投股 智能投股的服务在过去的几年纷纷出台 所以也可以认为他们有一部分的这个策略 也可能是通过这种效率更高 也更符合年轻一代投资人的这种投资模式习惯 来提供投资建议这样的方式 那其中我个人觉得更有野心 也可能相较来说更有全聚意识的是南方和天天的合作 那南方也像我们表示呢 他可能会为天天已经存在的客户来开立这种专属的投资账户 并且定制投股的策略 尤其是要根据这种选定的策略呢 带客户进行全市场的基金的产品的筛选和配置 全市场这一个词可以说是点名了 这个投股的服务的模式 它的投资的标的是不仅仅是限于自家的产品的 也可以说是这个平台有可能未来会给投资人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 主持人 那您刚刚已经介绍了这么多了 还想问一下这个后期的试点可能会扩大哪些市场主体 那么业界的参与热情又会如何呢 的确 目前试点的范围还是仅仅停留在基金公司 而基金公司的强项一直以来是管理产品而并非是销售产品 所以试点的扩大是未来提高这个全行业的参与度的一个提中之一 那相较于银行券商等机构 其实现在基金的直销的能力依然是比较薄弱的 那中国最强要力的销售渠道仍然停留在银行端 要知道虽然银行的销售行为受到证监会的监管 但是从本质上还是受到银保监会监督的一个行业 而银行的中售业务 也就是通过这个收取基金管理公司的这种佣金来进行销售服务的中售业务 是他们引力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即希望于银行立即去自断手腕 似乎是有些激进的这种改革的速度了 虽然我们也听说过招行的摩羯指头等服务 也是希望能够参与到这次的公募的试点当中去 那银行下一步要不要参与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专家也告诉我说之所以先拿公募的公司来做试点 还是因为他们的客户群有限 那这样想来试错的成本也会比较小 而且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但是在后期呢科技公司和银行 或者这种三方的滞销平台 分销平台也是必然要加入到这种改革的洪流当中去 我们看到其实科技公司已经在过去的这几年月预示了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啊 大家相信都会有尝试过他们的服务 就是这个蚂蚁金服旗下的这个支付宝上 其实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娱乐宝的这样一个成功的模式呢 已经吸引到了很多外资的助力 那早先United Asia就独家报道过 蚂蚁金服和美国指数基金巨头 先锋领航在上海已经布局了一个合资的投雇公司 正是为了参与到这个试点当中去 那根据我们独家的 这个合资公司没有办法在这一次加入到试点 第一批的试点当中 但很有可能会在未来也获得这样的投雇的资格 好的 非常感谢Celina 目前有不少的外资也是纷纷在和中资的电商公司进行接洽 商讨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的业务的前景 主持人 好的 非常好 谢谢Celina与我们这一节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后马上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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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